Hello 各位同学 欢迎再次光临到世子老师的国学课堂 咱们今天要学习的仍然是关于论语当中的知识 那么陪同我们一起学习的还是我们的 大家好 我是C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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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论语的第九奖了 看一看这一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是 五十五而有志于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然这只是文章的一个小开头对吧 对 咱们马上来看一看完整的语句是怎样说的 此月 孔子老人家说 五十五有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从心所欲 不于举 孔子老人家在介绍自己一生的经验了 对不对 既然是这么一位圣人 既然一生都是为人实表的这么一个伟大人物 他当然应该把自己成功的经验介绍给我们 把他一个人生的经历 一个人生的轨迹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不对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学一学 孔子老人家是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的 我又能如何去向他学习 那么相传孔子他老人家活到多大呢 活了七十二 七十二岁 他就能总结到七十岁 相当的尽职尽责了对不对 那现在咱们赶快去看一看 孔子他的一生到底是如何度过的 他的每一个阶段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认识 咱们先来看第一句 五十五啊 有志于学 先说到我哪个年纪段了 十五 十五咱们现在还没到对不对 对 但是还有几年也就到了是吧 咱们现在先来看一看孔子 他十五的时候 有志于学 学什么意思呀 学习 那这个里面 秋秋如果让你直接翻译这句话 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好好学习 我十五岁的时候立志要好好学习 我要开始学习了对吗 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但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志指的是心之所向 就是我的这个意念 我的一个印象 真正的转到了学习这里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说十五岁的时候 孔子他老人家 他终于开始翻开书本说 我要学习了 而是说我真正的开始意识到 学习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从这里开始 从这个年纪到开始 我真正的告诉自己 你该静下心来 安安心心的读书了 这个心是彻底的给定下来了 我的心向往的一件事 我已经找到了 好了 那这个十五岁的阶段 我们已经发现了对不对 现在你有这个心 就一定会认真去学习 那我们看一看 他学到多少年 学到什么程度 下一季三十而立 十五到三十之间 差了十五年 老师数据不太好 十五年对不对 三十岁的时候 我变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我能立了 我能够根据自己在这个书本上 所学习的知识 自立于是 我能够在这个整个的社会上 有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那这个立直的就是不动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的地位已经比较的稳定下来了 对吧 那我这个稳定是源于什么呢 源于我的知识 我读书了 对吧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会发现 孔子到现在其实基本上 已经算是一个博学的人了 那是不是就已经够了呢 不够 因为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只从书本当中 学知识的话 你永远还是有不会的 对吧 对 因为我这个知识的沟壑 是永远填不满的 永远有这么一个深沟 我需要不停地学 活到老 学到老 那么这个立 也就不是真正的能够让我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都能够非常冷静地处理 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实只说这个立的时候 我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本事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其实光学书本是不够的 死读书 我只能变成一个书呆子 那我还有很多社会上的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需要去搞清楚 所以孔子还需要进一步地去学习 我身边的一些为人处事之道 才能够让我以后再遇到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困难的时候 能够真正地做到 从我的心里 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 不再有任何的疑惑 对吗 对 所以我们来看 你看这个阶段又经历了多久 下一句话 四十不获 这一学又学了整整的 十年 一年 我不再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会瞻前顾后 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做 我到底是不是不该这样做 我会有很多很多的疑虑 我会没有办法给自己下一个定论 对不对 而当我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当我不仅仅学了书本上的知识 我还去广泛地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事之后 我做事情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决断的能力 我知道这件事我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 马上就能下出一个判断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四十岁的时候 孔子就更上一层龙了 对不对 对 我的思想就更加的成熟了 这是从书本和社会两个方面 共同吸收 共同学习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给我们提醒了 是吧 是 提什么醒啊 不能做书带 书带怎样 我一定要实践 对 我要去多实践 多去跟周围的社会和生活去接触 去学习 对吧 是 那么说一个人已经没有任何的疑惑了 这也就够了 够了吗 还是不够 因为对于我们的人生 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不是很明白 虽然我遇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解决 我遇到那件事的时候 我也知道怎么解决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为什么会在世界上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也许到现在 孔子他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他又进一步的去探索 这一探索又是整整 十年 我做到了五十而知 天命 这个天命就非常关键 什么叫天命 我为什么而存在 上天的一个命令 一个指令 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翻译 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意义的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只是为了跑跑腿 溜一圈 我就回去了 对吧 是 那每个人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都应该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那老天在名音之中 应该已经被我们安排好了 你的每一步 你的每一次轨迹上的变化 其实都是有一个规律存在的 这天命 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的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当中的规律 对吧 对 我要去探紧人生当中的规律 那么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孔子终于知道 上天让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干嘛 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那孔子老人家一辈子 在不停的交书于人 不停的把自己的观念阐述给 各个国家 各个皇帝 能够希望能够让他们去接受自己的见解 能够让天下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太平 社会变得更加兴盛 这个经济变得更加繁荣 对不对 所以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孔子他老人家终于也就算了 活明白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天命还不知道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索 对不对 好了 活到现在已经活明白了 但是孔子他还发现我不够 我还有什么不够 我对待别人的态度还不够 我还不满足 我还有需要感性的地方 因为他又花了十年的时间 我就变成了六十耳顺 什么叫耳顺 说我的耳朵生长得非常顺利吗 听啥都很顺 听啥都很顺 这话说的非常好 这耳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想一想 什么样的语言我们听了之后 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只有夸我的 夸我的时候 现在我们都是这样 对不对 一夸我特别高兴 我就觉得你这话非常的顺耳 对不对 那我这耳朵就听起来舒服 就很顺畅 那如果你骂我呢 我就不高兴了 我就生气了 别说了 对吧 对 我们会这样去对待别人 可是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孔子已经能够做到宠辱不惊 你说好的话 我觉得你是在夸奖我 是在认同我 我很高兴 那我的内心当中有一些满足 当然也不能过分骄傲 对不对 对 快当你骂我的时候 我会生气吗 我也不会生气 一个可能你根本就不够了解我 你对我有误会 但我知道自己应该是怎样的 我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那就没有关系 对不对 对 你的话对我产生不了影响 那如果你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 对我的一种建议 确实让我听起来不舒服 但你又说的没错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 我还是心如止水的去 接受你的建议 我把它改了 我反而能够让自己更加精进 更上一层楼 这岂不是更好 对吧 对 所以到了六十的时候 对孔子做到了耳顺 也就是说 好的坏的 我都能够全盘接受 而且做到心如止水 不起波澜 我该改了就改 但是情绪上 不会有任何的厌恶的一种感觉 对吧 对 做到这儿人是不是已经很完美了 还不够 还不够对吧 因为我们发现七十岁的时候 孔子还写了一句话 还写什么 其实从心所欲 不如止 从心所欲是非常简单 七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 想干嘛就干嘛 从心所欲我愿意干嘛干嘛 对不对 那我如果是孔子 我到七十岁的时候 我想吃包子 我上街 随便拿着别人包子就开始吃 怎么样 不与局 不与局 他还提醒了这么一句话 对吧 那如果我是拿别人包子 想吃就吃 又不给钱的话 一定会被抓起来的 对吧 对 所以我这个从心所欲 其实真的能实现吗 不能 不能 那也就说明 我们这个自由是有一定的 限制 这个范围有一定限制的 你不能超过这样的一个规矩 很好 说到这个举 我们就知道是规矩 那这个规和举分别啊 都是古代一些 就是衡量圆 圆不圆 规矩用来衡量这个圆 是不是够圆的一种工具 而举呢 是衡量这个方形 是不是真正够方的一个规矩 一个工具 所以这两个东西 后来啊 在后代就形成了一个词语 告诉我们 就是一种制度 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去自由的活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 那个孔子 到了老年的时候 七十岁的时候 他能够做到 让我一个人随心所欲的 过我想过的生活 同时我又不超过这么一个法律 或者说道德的一个限制 一个范围 我能够既做到自己安宁了 又能做到不打扰别人 不打扰别人 这是不是非常难得呀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孔子去学习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 既让自己活得愉快 又让别人也不受到任何的干扰 好了 那说到这里 孔子一辈子算是结束了 对不对 对 我们会发现 其实哪怕到三十而立 四十不获 已经非常的难得了 那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耳顺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从心所欲不于举 其实对我们来说 日子还有很长 人生还有很长 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探索 去尝试 去试炼 对吧 是 好了 那今天我们了解了孔子的一生 那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向孔子学习 当然是老师和秋秋 也会努力的向孔子 他老人家学习 看一看如何去规划我的人生 能不能让我的人生也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不停的向前进进更上一层楼 最终达到这样一种完美的状态 好了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试着去努力一下 让我们向人生最美好的目标去出发 同学们 我们下期课再见了 拜拜 拜拜